这个事可以报警了吧 直接 对啊 是可以的 这当然是 已经侵犯他人住宅了 我相信在任何国家 不要说韩国 在我们大陆也肯定是有问题的 像杨坤这个事报警有用吗 严格地讲他这个事报警 不过闹这么大可能报警会有用 但是因为其实严格讲 这个女孩子的行为涉嫌骚扰 涉嫌骚扰 我们经常会听到叫做性骚扰的这个话题 但她的这个骚扰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上升到性骚扰的这个范畴 她只是说徘徊在这个杨坤家门口 那么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门口 这样长时间的等待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不恰当的 这样一个盘踞的这样的一个举止 她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偷窥 甚至是可能会有偷拍的行为等等 那么这些呢 从刑法上来讲 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罪名可以往她的身上扣 那么至多是根据我们治安处罚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她这种情况至多可以进行治安处罚 这个我还想请教一下严理事 就是因为她在美国啊 她会法庭会颁出一个禁制令 比如说这个人就不允许靠近我100米或者50米 那么在中国呢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法律可以去处理呢 首先呢这种行为肯定是个侵权行为 那在我们的这个民宿当民宿法当中是肯定有有一种诉求是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要求她停止侵害行为 那不管她是一种骚扰的行为啊 还是说这样的干扰生活的行为 它都是一种侵权行为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种特别具体的说 你必须离开杨坤多少距离 我们还没有办法具体到这么细化 所以我们在这些可能比较心理上的这种侵犯 或者是私人空间当中的这些类似于侵犯行为的这种 我们说侵权行为 我们大陆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是非常的先进 就是说骚扰这个事啊 像他这个行为怎么来界定 之前好像杨坤也是说报警好像没这么用 你看杨坤在自己家门口安装这个监控 就说明要么他以前已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家门口有人盘踞 他需要取证 那要么呢就是说他自己有这个防范意识 那么显然这个女孩子是不止一次的盘踞在他家门口 那么这样的一个盘踞呢 第一他肯定涉嫌到一个偷窥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我们说 所以他这个监控画面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是可以作为证据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应该来讲是在我们治安处罚的一个范畴当中 但是我前面强调了 这只是一个治安管理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干扰到了杨坤的正常生活 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政上的处罚 那么除此以外呢 他的行为如果没有达到寻衅滋事的这样一个地步 刑法当中是没有一个罪名能够框定他的这样一个行为的 那我还好奇就是杨坤他假如说是在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公共的空间里 他装这个监控探头的话合规吗 其实这个也会引发一些争议 那比如说他的这个监控范围 如果他监控到他人的家庭范围的话 那可能就会涉嫌侵犯他人的权利 那么如果像他这个监控摄像头的这个位置 他完全是拍自己家门口的这个一小块的这个区域 我个人认为这属于自立救济的一个范畴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就不要超出一定的 对你不要拍到邻居家的这个出入情况 这个就涉嫌侵犯邻居的隐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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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